其實像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說其實我們剛剛這樣子從軟體裡面去學 有點像Photoshop一樣 就是你去做所謂的創作 那如果你真的沒有太多時間 其實你也不要客氣 網路上真的可以找到很多人家去設計好 你只要做個改制就好 剛剛我們有用線上服務的對不對 這是一種方式 其實你看我們剛剛這裡不是有練習圖長嗎 對不對 那這個呢你可以把它打開 比如說像這裡有一個 但是不可否認就是你網路上比較容易找到的就是這種 PSD的 因為畢竟Photoshop還是主要的什麼 這種很像編輯軟體 那為什麼要又跟大家剛剛介紹那個Jim 因為它對PSD的相同格式是比較高的 我們Photoshop雖然也可以打開 但是它沒有辦法每個塗層拿出來 它會合在一起 這樣你就不能編輯了 對不對 所以呢你可以看看 比如說這個是PSD的 你看喔 我這裡打開 我從這裡開啟就好了 因為我現在不是要進到裡面來嘛 所以我就直接用開啟 好我找到這裡練習圖長 點到它 有看到對不對 直接打開 啊糟糕 又 又是 又是放太深了 來我把它移到外面來 哇 這是CMYP的 那我找另外一個 好 剛剛那個CMYP沒有打開 我看一下這裡 欸 有沒有打開了 對不對 那你看一下 這裡我放大一點 齁 來你看看我們右手邊 有沒有發現塗層都在 有沒有 所以今天你哪個字要修正 點到它 你就把那個字改一改就好了 比如說這個人 點到有沒有可以移動 這樣子 可以比較不用那麼辛苦 那這個要怎麼找 來 請你看這邊嘛 來 你看我們這裡 有沒有一些影像免費資源 點開 我們上面是教你怎麼找單一素材 有沒有 透過這個是不是找單一素材 那你要找這種合成的 你往下走 這兩個 這三個 就可以找到很多 那 這個地方齁 這一個我也很建議各位用 因為這個沒有版權問題 OpenClipR 上面的 那個 都是免費的圖庫 我先介紹這一個好不好 點開齁 這個有點像我們微軟的什麼 那個美工圖庫一樣 因為我們 除了微軟的Office 有沒有用過其他Office OpenOffice 有沒有以前有人介紹過 有段時間在推啊 但是推不太起來嘛 因為大家都有一個情形叫 江山易改 哈哈 因為你已經被 我來養大了 對不對 他以前的Office就是免費的啊 因為現在大家都用了之後 你就改不過來了齁 那你可以到這個地方 這裡有介紹齁 那你就直接點過去 你看 他這個網站 OpenClipR 有一個很大好處就是 他本身圖導是SBG 那你可以直接存SBG 也可以直接存成PNG 那PNG的部分 他可以直接存成你要的尺寸 這是最重要的齁 那比如說 欸我想要找一個 Family 我一找 就找到一些的有沒有 找到一些圖庫 比如說要找這個 當作是母親節的也可以啊 對嘛齁 所以你看這邊 有沒有 有沒有 有 SBG 有PNG 有PDF 那你可以直接存下來 當然如果你要變PNG 也可以直接 告訴他我要的尺寸是多少 他預設的話 好像是800 你可以選擇我PNG 點到之後 我2000的 他就會產生2000的給你 就是把它直接轉成點證圖給你 那這個呢 你沒有 沒有所謂的版權的問題 這樣了解 這個是 OpenClipR 跟大家介紹 那我們來看一下剛剛那個 在這邊 All Free Download 這個 他們都有個好處 就是你可以找到的 就是這種 PSD或AI的 欸然後我把它 在新的頁面打開 好你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上面 你可以找單一素材 照片 找網頁的範本 有沒有看到PSD 看到齁 嗯 所以你就找PSD的 你說我只要這一種的 那人家就那些圖層都留著 你就自己用 比如說 像 你可以直接用關鍵字找 比如說 欸 好 像這樣 這裡找到一個 對不對 還有這一種 這個字 這個字 如果是自己寫的 好 有沒有 Free Download 看到了齁 所以就直接拿來用吧 當然啦 不可否認他有一些是從 看到這個網址應該就看得很清楚 來自哪裡 對按嘛 所以 如果說萬一啦齁 萬一說這個 你要比較嚴謹的話 我會建議你再去他原始的網站看一下 看看那個版權有沒有問題 如果確定沒問題 你就可以直接按這個點了 就可以直接下載 看到齁 連加入會員都不用嘛 這樣不是很好嗎 這樣不是很好嗎 當然 反正就是 如果你要比較嚴謹 真的還是建議各位去看一下 去看一下 那 另外一個呢 也是一樣 另外一個 百分百的這個 好 我們再新的分頁打開 好 使用方式基本上是相同的啦 好 基本上相同 那這個呢 他就比較屬於就是 向量的 好 向量的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去找一找 找看看有沒有自己喜歡的 當然你可以用關鍵字找 這樣OK嗎 這樣會找的齁 好